就是刚刚第一个单元,我把后面讲完 那第一个单元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有关什么呢?有关这个 把它执行,但问题有几个 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把它乱完之后 这个字其实相对是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字放大的话 放大的话,一般 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诀窍 因为如果理论上一般的书上是要教你什么 要到什么,去设定里面去找 或者在这边按右键,这边也有个设定 设定里面还要到什么呢? 到这个,这个什么 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还要再找到什么Basic Basic里面还要再找到什么 找到Test Form Test Form里面还要Edit Edit里面可以去选它的字的大小 OK,不过我看很多 之前我是从这边交过 不过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你按下Ctrl 键,再按加加 这样就放大了 按下Ctrl 键,加一个简号 这样就缩小了 这个真的是很 很棒的功能 因为其实即便是老索 不见得知道这个快速键 OK,所以这个有时候是 无形,有时候 没有刻意去试,因为常用 才会知道这个功能 那特别之后,Ctrl 键按住 再按加号的时候 特别之后,加不能按右边那个数字键的加 你按右边那个加不行 要按上面那个加 Ctrl 键,这样才OK Ctrl 键,就缩小 你可以这样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如果解决 如何解决这个编辑器的字的大小 你快速调整 那第二个的话 再来的话 还有哪一些 就是这个运算值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 这个我有把程式 其实这边你可以叫Answer 或者叫Sum 都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再来的话 有一个可能要注意的是编码方式 那这个编码 特别是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设说我希望这个结果 比如说3的2次方是9 可是问题最好是什么 9这样显示出来 感觉好像没头没尾的 一般习惯是什么的结果 或者干脆你前面有个中文叙述 冒号就是多少 感觉好像比较完整 所以如果print 假设我今天希望在这个9的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结果冒号 结果冒号是什么 这边如果在VBA一样 就是一个放个字串 所以字串的话 记得是双引号夹在中间叫字串 所以你就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结果 记得一定要双引号放在里面 这个叫文字 或者叫字串 结果 ok 然后加一个冒号 后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跟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以前VBA是空一格and 空一格 这样子 但是在python不一样 python不是and 它是用加号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 跟后面这个东西串在一起的意思 串完之后再输出 ok 不过会有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我把它先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UTF8 non-UTF8 为什么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non-UTF8 主要原因是因为 所有 城市开发里面 所有环境 所有的软体厂商 都用UTF8 只有一家公司 他不用 non就是不用UTF8 那一家公司叫做微软 微软呢 他就跟人家不一样 你想说 为什么微软 他为什么这么不合群 因为他很大 所以很大 他想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应该是你要跟我一样才对啊 所以变成说 现在很多时候 你们在以后写城市 遇到乱码问题 大部分 应该都跟微软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用微软的东西 你再用另外一家东西 两边可能会有 怎么办 其实这边可能要设定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要设定 什么地方要设定 移到那个 Windows 这个 Pifernis 的这个地方设定 那设定的话 请记得 它的位置 在General 刚刚我们是PiDiv 这个吧 请你移到最上面 找到General 就是第一个 一般的设定 那请你把最下面 它这个General 里面展开之后的 那个Workspace Workspace 里面 找到有一个 最下面叫Test File Encoded 就是文字的编码方式 那你要用哪一种呢 微软自己用MS950 它就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把它怎么样 改成Other Other Other里面的话 把它改成UT8 这样就OK了 这个问题就搞定 特别最好 当然 因为有些 之前有同学 程度比较好 他们是用 拿苹果电脑来 写 这个Python 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苹果就是UT8 或者说你将来 你自己是用Linux的环境 我应该 那没有了 我至少讲 那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Linux本来就是用UT8 也就只有你在用Windows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软体工程师 写程式 都会用苹果电脑 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要操 要感觉好像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好像没用苹果感觉 就太逊了 对不对 你苹果一拿出来 感觉就是 诶 质感就不一样 是不是有比较厉害吗 就见仅见智了 不过工具就看能用 OK 所以如果 当然有时候我是 有觉得是一种决心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把Python学好的话 或许你可以先去买一台苹果的电脑 不过是非常 不过是决心 因为你钱都花下去了 对不对 你钱都花下去了 你如果没有学好的话 你会不甘心嘛 所以有时候是一种决心问题 OK 所以特别对了 我这边只是 只是在 跟各位讲一下 那为什么微软会 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它最大 你看那个桌上级电脑 事实上去九成以上都Windows 他想说都我加的嘛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跟你 你们那么小 你们全部加起来 还没有我一丁点的来得多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对不对 除非说以后的桌上级电脑 的那个桌上级系统 都改成别家的 OK 那短时间来看 好像 应该不太可能 你说除了Windows之外 你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对 Mac好像 市价率有超过 好像差不多有10左右了 OK 还有其他还有什么 好像也没有了 OK 因为Office也是这样 除了Office里面 你还有什么选择 OK 所以 这个问题 短时间应该是 没办法解决 所以你只能从那边做设定 按Apply close 之后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你会发现 会有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因为它原来的编码 是MS950 那现在你已经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就是UTL8 所以这个时候就做了Rub 因为两边 编码 不同的话 就是乱码 OK 所以为什么 常常有时候 有人 奇怪把东西丢到资料库里面 变乱码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用的是Windows 然后呢 你用的那个资料库 不是微软的 那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微软阵营跟非微软阵营 OK 两边之间 就会产生有编码方式的问题 那怎么办 全部都改于UTL8 这个问题呢 就全部解决 就这样说你将来 你要把什么Excel的资料 未给其他不是微软的资料库 你可能要先把那个什么 存档的时候 要把Excel的编码方式 先存成UTL8 再给别人 再给资料库 就 没问题了 就这样而已喔 可是很多人 不一定知道 真的就没问题了 OK 所以大家跟各位讲 这怎么改 所以编码方式改一下 改成再改回来 所以这个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用用中文 你用英文 英文有没有问题 英文没有问题 因为英文都一样 只有中文有问题 可是有些地方不可能全部都英文 你又知道有这个问题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执行 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是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 语法是要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以后呢 另外 你可能要慢慢习惯说 这个地方你要看懂 Python给你的相关错误讯息 你如果看得懂 你修正就好了 还有 再来 语法错误 变更了 我们再执行一下 诶 再来 其实呢 刚刚那个错误已经不发生了 不过呢 又换一个另外第二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Type L 这个是 形态 诶 形态 什么形态 资料形态 L 就错误 诶 它后面有个序图 就跟你讲 这个是主要的错误名称 后面是详细说明 如果你要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你必须要是自串 而NUT不能是INT INT是整数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上加这个金在做应该是9 9的话是一个什么 一个INT 如果你前面是文字 后面也要是文字 它才有办法把两个串在一起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 不过特别是VBA里面没关系 因为VBA比较有人情味 它会自己帮你转 它知道说你这样子 应该是你不知道 应该是你忽略了 所以它不会特别发生错误 但是在Python 这个地方比较严谨 它前面跟后面一定要一样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学会一招 把这个9变成数字9变文字9 然后把它放这里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的外面包一个 一个函数叫STR 这样子 有没有 也就是说它计算完之后 丢给上的 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它本来是9 这个STR就转换成9的文字 再把它放到SUM里面 OK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这个放这边也可以 就是你这个刮户的地方 你刮在这里也可以 两个方法应该结果都可以 只是说不一样的地方是 如果你刮在这前面上 就是变一个文字形态 刮在这里的话 就是变成它是数字形态 在这边才转成文字 可是它这边上还是数字形态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些都是细节 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很多东西就很容易造成你那个程式发生错 这个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两个问题 结果冒号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主要就是多学一个 多增加结果冒号 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记得从这边 这个把它改UTBAR 这个改一次就好了 之后不用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它转型 特别是Python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不同形态你要串接 就一定要转型 那除了说可以转成文字之外 以后也可以转回去 转过来转过去 如果转对的话 才会办法输出成正确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